字幕提供 Hello 早安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今個星期的網上崇拜 在開始的時候想跟大家用一個經文來開始 我們今天所讀的經文是在詩篇145篇 我的神 我的王 我要尊崇你 我要永永遠遠清重你的名 我要天天清重你 也要永永遠遠讚美你的名 耶和華本為大 該受大讚美 其大無法測度 這一世代要對哪代重讚你的作為 也要全揚你的大能 我要默念你威嚴的尊榮 和你奇妙的作為 人要傳說你可謂之事的能力 我也要全揚你的大德 他們紀念你的大恩 就要傳出來 並要歌唱你的公義 耶和華有恩惠 有憐憫 不輕易發怒 大有慈愛 耶和華先代曼文 他的慈悲浮悲他一切所造的 耶和華 你一切所造的都要清謝你 你的聖文也要清重你 傳說你國的榮耀 談論你的大能 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為 並你國度而威嚴的榮耀 你的國是永遠的國 你執掌的權幣傳到萬代 耶和華在他一切所行的 無不公義 在他一切所造的都有慈愛 眼求高耶和華的 就是誠心求高他的 耶和華便與他們相近 希望這段經文都能幫助到我們每一個人 其實可能我們現在生命 去到一個地步 我們正在經歷很多事情 未必是全部都是如意的 或者有很多事情都會令我們很擔心 很煩惱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有出路 或者看到這個世界 其實大家都在經歷很多不同的事情 看到很多混亂 或者有很多不公義 或者覺得有很多罪惡在當中 希望我們自己都能夠 緊守我們在神自己面前 我們都能夠去相信他 和依靠他 因為我們相信這個神 是全能和公義的神 在他其實是沒有冷靜的事 無論我們在面對什麼的處境 我們都相信在神裡面 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有出路 不如我們一起去祈禱吧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你 去給予我們 又過了一個禮拜 我們又可以一起來到你面前 我們一起在網上崇拜 雖然我們現在還未能夠 一起去實體敬拜你的時候 但是盼望我們的心 無論我們在哪裡 我們都有敬畏你自己的心 讓我們用心靈和誠實去敬拜你 雖然眼前我們看到有很多事 發生在我們面前 我們其實都很徬徨 很無助 或者不知道應該怎麼做 甚至乎我們未必經常見到 我們的家人 我們的親人 或者我們都未必能夠幫助到 我們親戚朋友 可能所經歷的困難 但是求天父 你真的去保守我們每一個 叫我們繼續對你有信心 我們相信 只要我們去依靠你 天父 你一定會讓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這個出路 和平安 願意你真的賜給我們每一個人 心裡有那種確信 有那種盼望 我們相信天父 你真的跟我們每一個人同在 我們正在經歷的 你都明白 你都知道 求你真的去繼續帶領我們每一個前面的道路 更加把我們前面的教會方向 我們都交給你 求你真的帶領我們的教會 我們繼續去傳領你自己的愛 去向人述說你自己的榮耀 分享給我們的救恩 我們多謝你 聽他們的討告 我們以下陸來有聲無聲的敬拜 求你都去穴立 討告是奉主耶穌基督 得正名自求 阿門 好 我們現在一起在家裡大聲去敬拜我們的神 無路 shades 葉華伊拉 我們公開 左茵止淡 我永不缺乏 耶和话我负我的依靠 在主手里我永得保障 耶和话依赖我的供应 在恩典里我永不缺乏 耶和话我负我的依靠 在主手里我永得保障 让我心清重恩主 祂有无限丰富 至于我美好人生 让我口中恩主 祂有无尽的爱 带领我永不缺乏 耶和话依赖我的供应 在恩典里我永不缺乏 耶和话依赖我的依靠 在主手里我永得保障 让我心清重恩主 祂有无限丰富 至于我美好人生 让我口中恩主 祂有无尽的爱 祂有无尽的爱 带领我永不缺乏 祂有无限丰富 祂有无限丰富 至于我美好人生 让我口中恩主 祂有无尽的爱 带领我永不缺乏 祂有无尽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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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引渡我痛 容我念情 停靠在你的根前 一生一燃 現曾經你的止意 藏你懷內 漢漫時變得 空虛光輝不曬 容我此刻知你是神 容我哆響安息在你手裡 神氣之中 我曾救三昏話語 每分一刻 感激住多重 日光之中 一流離在海底 別細竹裡 白生命求你引渡我痛 用我宁静 静候在祢的今次 一生一意 愿追求祢的自然 在祢怀奈 看卖善变得 看虚光辉不遂 愿我此刻知祢是神 愿我不肯恶醒 在祢手里 用我宁静 静候在祢的今次 一生一意 愿追求祢的自然 葬祢怀奈 看万事变得 空虚光辉不再 愿我此刻知祢是神 愿我得响我眼星 在祢手里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愿我愿为祢祢祝福 祝愿祢自然 超越自我生意 愿让他牵引达到更高寿 同心还手 同心合意 立志献卑摆下我心意 围绕见证 圣诗明知 同心还手 同心合意 迈开新天 新地 已都知 目标一致 但使命在前 当我来一听 歌众共同歌 优优优优优优优独播 立志献卑摆下我心意 围绕见证 圣诗明知 同心还手 同心合意 迈开新天 新地 已都知 目标一致 但使命在前 祝愿祝万世真光 周夜互航 万众一生 贴日神都乡 尊美他国界 奉向诸违望 同心同恨 董处放肆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国参谈你是王 对我偏心偏意 全弱的大岸 世世拆看你 因为片大地 默默剩扣致恩的你 你说我云平静 等从心得力气 由你应许 教我身心奋起 信靠你每天 与我力量 万事信奉你的方向 总有高风的路 振翅高飞直上 你下阳天潮和 我愿我所想 来阳我居心 感恩抚唱赞美你的歌 全力地敬拜 天资过云 片处达桥房 万里千山也齐情 带我赞探你 是王 永远 我都转 唯都 唯靠我住 来阳我居心 感恩抚唱赞美你的歌 全力地敬拜 天资过云 片全大圈房 万里千山也齐情 带我震探你 是王 若我精心 建议 全弱地带我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感谢主我们可以在主日的清神 一起的同心合意 在网上来敬拜主 我们想将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 特别地为到我们教会不同的事工来祈祷 一方面为到策划和关怀 团契事工的领袖来代讨 无论是团契的导师或是祖长们 求神给他们有聪明之威 也有活泼的灵性 来继续托展神的国度 另外一方面 为到新一届的国家执政掌权的人 也为到现在的疫症疫苗的果效 来祈祷 另外一方面 也为到新春的外展和报道事工 就来农历新年 我们不同的团契小组 都有不同的特别聚会 并且我们也有报道会 所以盼望大兄姊妹在祷告当中 来托着这些事工 我们用小时间 可能各自在家中 为这些事工来祈祷 最后我做一个结束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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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从岁手到年终都保守我们 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慈爱 每早晨都是新的 多谢你因为你的诚实广大 天父特别的 将到我们教会的事工 加在你的手里面 将到团契小组 无论是导师组长 甚至是我们同工目者 我们都一一的交上 求你继续带领我们 让我们有活潑的灵性 有聪明智慧 有一个敏锐的灵 来继续带领这些小组团契 继续拓展你的事工 天父我们为到我们的国家祈祷 特别在领袖的转换当中 小不免很多时候 有一些问题会出现 但求你继续带领 因为知道你仍然坐在天上为王 天父我们就心满意足 因为知道你是掌权者 愿意你带领我们经过一切的过渡时期 也都特别的将到疫情 交在你的手里面 忠言是有困难 忠言疫苗也都不足够 或者有一些有特别的反应 但是深信你有你的计划 就愿意你的旨意成就 天父也都将到我们在新春的时候 有不同的外展报道的事工 将到这些事工都加在你的手里面 愿意你继续的 透过不同的弟兄姊妹 透过这些聚会 来到去触摸生命 再一次多谢天父 给我们可以有敬拜的时候 愿意你享受我们的敬拜 都愿意你安静我们的心 来去领受你的话语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这种鸟 知不知道这种鸟叫做什么名呢 英文就叫Prairie Chicken 中文的翻译有些叫做草原的虫鸡 或者草原的樽鸡 这些其实你看上来都挺特别 有挺大只 其实都挺像鹰的 我听过一个这样的故事 有一个人有一天就看到一只鸟 撿到一只鸟 他不知道原来是鸟的鸟 卖鸟的鸟 但他又不知道是什么鸟 为什么有只鸟掉了呢 看到那里有一群这些草原的虫鸟 当然是他们滚了过来 走到去看到有个巢 就放了下去 因为有其他的鸟 这只虫鸟妈妈就回来了 看到有鸟当然要捕了 坐在那里又没有留意到 原来有一只是麻鹰蛋 坐在那里的时候 经过三五七天 那些麻鹰蛋和虫鸟蛋 就开始呼出鸟仔出来 这只麻鹰和这些鸟仔 一起被呼出 一起来长大 一直长大的时候 他都不知道 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分别 就当了自己就是一只的虫鸟 然后长大的时候 他又和这些鸟一起长大 又学他们画一些泥 剁一些菊 然后找一些虫仔 来吃 一起玩麻鹰粥鸟仔 但是一起很开心 也拍一下对翼 又发觉又移动了 看到其他的鸟就发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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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飞到一两尺高 几尺远 他又发发发发发发 一直跟着自己都以为自己是一只的鸟 有一天忽然间听到天上 有些叫的声音 一望 看到一只很庞大的一只鸟仔在上面飞 在那里展翅傲场 当然是一只麻鹰 他就跟隔壁那只虫鸟仔说 他说这些是什么鸟 这么漂亮 这么大 飞得这么英姿勃勃的呢 那只的虫鸟就说 这些就是鸟中之王 叫做麻鹰粒 这只麻鹰仔就看着 哇 好厉害啊 我真的很羡慕啊 旁边的虫鸟仔就说 你不用羡慕了 我们是虫鸟来的嘛 我们一世都不可以 好像麻鹰那样展翅傲场的了 那结果一直过了很多年 这一只以为自己是虫鸟的麻鹰都老了 每一日他举高的头就看着天上面 翱翔展翅的这些麻鹰 很盼望自己能够和他们在云端里面相聚 震慈高飞 但是他从来没有这样尝试过 因为他以为自己是一只虫鸟 而到他死那天 他都以为自己是一只虫鸟 而不是一只麻鹰 当我们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可惜 这只麻鹰是有鹰的生命在里面 但是很可惜 他活不出这个鹰的能力生命出来 是因为他以为自己不行 因为所有的人都告诉他他不行 有时发觉我们做基督徒也是这样 会不会觉得我们无力 觉得我永远都没有办法能够起飞 但是其实神是给了我们能力 在我们里面有这个莫大的能力 是一个能够叫死人复活的能力 叫耶稣从死里复活 甚至升天的能力 是圣灵的大能在我们里面 不过我们从来没有活出这样的生命 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在里面 而是我们没有将我们的生命 插在这个圣灵大能的电源那里 结果我们一世都以为 我只不过是一只虫鸡 我没有犯法能够展翅高飞 今天我们会看到圣灵就是三位 一体真神的第三位 我们会看到圣灵是可以给我们有能力的 我们想尝试去研读 关于圣灵的工作的一些经文 而我们看看圣灵的工作原来有这些 而到底我自己的生命 又可以怎样和圣灵的事工配合 以至到我们能够去活出一个满有能力的生命 一个土神喜悦的生命 今天我们的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 七至到十五节 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 七至到十五节 不如这样吧 我们单数节请弟兄读 双数节请姊妹读 我们弟兄先读 我若不去 保卫师就不到你们这女来 我若去 就差他来 姐妹 他既来了 就要叫世人为罪 为义 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弟兄 为罪 是因他们不信我 为义 是因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就不再见我 为审判 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他要荣耀我 因为他要将受于我的 告诉你们 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 所以我说 他要将所受于我的 告诉你们 今天我们的讲题是最佳拍档 圣灵与我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 其实圣灵是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亦是次于我们不同的恩典能力和恩慈 但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活出来 要跟他配合才行 当我们配合的时候 圣灵和我们一起配搭 我们就成为最佳的拍档 让我们的生命 可以活出一个有能力的生命 并且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 我们首先看一看 第七节 那里怎么说呢 他说 我若不去 耶稣基督说 如果我不去的话 保卫斯就不到你们这女来 我若去就差他来 这里又看到 耶稣基督去的时候 就差保卫斯来 也再一次给我们看到 耶稣和圣灵是不一样的 是三位一体的两个不同的位格 保卫斯这个字 而英文特别在ESV那里 翻译成为helper 即是帮助者 希腊文叫做paracletos paracletos的意思 就是在旁边来呼唤你的 或者是一个安慰者 是一个中保 在英文paraclete 这个字就是代表圣灵的意思 亦都是从paracletos那里来的 那个字 如果你分开的 正好说过 在旁边来呼唤你 是安慰的一个人 是一个中保 我听过一个故事 是说到在中非的地方 有一个部族 他们说的言语 就叫做cari cari language 或者叫做卡里话 但是因为福音要传到那里了 就要将圣经翻译成为cari language 怎样翻译呢 也有些困难 他们特别觉得困难 就是翻译paraclete 即是说圣灵这个字 他们想来想去 怎样能够代表圣灵呢 有一天 这班圣经翻译者 在那里看到有一班搬运工人 他们走进入树林 他们的头是顶着一些货物 一些包裹 排着一行一个个去 他们发觉 有一个人 是不需要背负任何重担的 不需要顶着任何货物包裹 他们想 这个一定是老闆 所以看看 你的人有没有偷懒 到底做得对不对 原来他们发觉 原来这个不是老闆 是其中一个的工人 那为什么有一个人 这么有空 不用做事呢 原来他有一个特别的使命 就是当那些人 在顶着货物包裹 当他们觉得很累的时候 要顶不顶的时候 这个人就会走过来 帮他们去顶着这些货物 所以他们发觉 原来这个人是有特别的任务 在这个Kari language里面 有一个特别的名称 就是说 这个人就是那个在你旁边跌低的人 即是他愿意帮助你 甚至在你旁边跌低 结果这班圣经的翻译者 就找到什么字 来形容圣灵 就是用了这个搬运工人 这个特别的身份 这个字来形容圣灵 其实都形容得很贴切 因为好像刚才说过 圣灵就在我们旁边 甚至愿意来帮助我们 来扶持我们 当我们顶不顶的时候 他会把我们的重担来挪开 并且安慰我们 其实当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 二十六、二十七节 那里就讲到他说 放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 其实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我很软弱 我真的不行了 但是原来发觉圣灵是帮助我们 如果你看这个帮助这个字 是所谓present tense 是现在式的 是代表不断的 就是在我们的软弱上面 圣灵不断的不断的 来帮助我们 去替我们祷告 但是他替我们祷告是怎样呢 是不是说 你们不行 我帮你祷告 我帮你祷告 不是 这里特别是说到 他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来替我们祷告 其实有时发觉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都会是软弱 我们都有很多的需要 而就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好像这些搬运工人 我们顶不住的时候 竟然圣灵会出来帮助我们 并且是有empathy的 是感同身受的 理解我们 帮助我们 安慰我们 我们今天尝试看 圣灵的不同的工作 或者事工 而看看到底我们如何 和他成为最佳的拍档呢 我想第一个圣灵的事工就是去安慰信徒 我们刚才都说过 他是帮助我们的 安慰我们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怎样和他配搭呢 我们怎样去回应呢 记不记得我们说 圣灵是时常在我们的身边 是顾惜我们 是会为我们来祈祷 去安慰我们 并且感同身受的 去感受我们所感受的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相信我们对他的回应 都是尝试的去体贴他的感受 就好像在《二佛所书》 第四章三十节怎么说呢 他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在这段圣经 特别在上文下里那里 是讲到这个基督徒 已经有了新的生命了 不要再过以前的生活了 而是将以前的罪行 全部挪开脱离 并且要过一个新的生活 在这里就说 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 你就不会叫圣灵担忧 所以当我们说圣灵的工作 是安慰信徒的时候 我们的回应就是同样的 不要让圣灵担忧 反而要走在神的旨意当中 脱去旧人 穿上新人 过一个新的生活 如果再看第八节那里 怎么说呢 他既来了 就要叫世人为罪 为义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这里就是说 我们要为到我们所犯的罪 为到神要彰显的公义 为到将来我们要面对的审判 在心里面被提醒 在心里面有自己责备自己的行动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就是有时你想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的时候 心里面好像一个提醒 就是你不要这样做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或者甚至你做了的时候 你有一个罪咎感 我有罪咎感 可能这是一个良心的责备 可能是圣灵透过良心来责备我们 特别是信徒 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提醒 是很明显的 最佳拍档 我们怎样配合圣灵 圣灵安慰我们 我们体恤圣灵 不要叫他担忧 圣灵叫人自责 而我们是怎样呢 在《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 十九至二十节 那里就讲到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这道消灭圣灵的感动 其实就是说到好像一把火 或者一些火 你把它整熄了 那就是消灭了 就好像一支蜡烛在你前面 本来是有光的 但现在有时我们都是男生 很白艳的 把它捏色 这个就是消灭了这把火 就是消灭圣灵的感动 相信我们都会曾经有这样的经历 例如你有感动 觉得我想去做灵修 2021年了 我要好好的读圣经 我要好好的长进 不可以整个小时弄下去 圣灵有感动 但当你起床的时候 你要看一看手机 我要回这个讯息 我还有很多事情做 然后我想看电视 我想上网 然后本来圣灵在心里的感动 一声被你脸色了 或者我们说 我们很想和我们的家人传福音 很想和我们的父母传福音 心里面有那么感动 听完牧师讲 看完圣经 然后看到现在的疫情 听到一些受疫情影响的家庭 他们分享生命的短暂无定 你真的很有感动 你要和你父母传福音 谁知道三句不喊 两句喊了架 你觉得不行了 他都没办法和他传 希望祈祷 希望牧师能够做 希望能够透过不同的管道去帮他 我自己都不说了 明明圣灵有个感动 你要首先去尝试 和他祈祷 或者说在现在特别疫情当中的时候 为大家的健康来祈祷 这是一个很好的打开福音的门 让他能够接触到神 并且知道神会保守他 有这样的感动 但是不肯去尝试 或者说 把这个火关掉 或者说你曾经得罪过你的丈夫 得罪过你的太太 你很想向他道歉 但是又不知怎样开口 又觉得不好意思 结果就切个橙给他吃橙 接着事情好像没有了 从来不再提 但是你没有认真的 为你所做的 你都向他道歉 圣灵提醒你 一声消息了 透过神的话语 透过先知的讲论 引导我们走应该走的路 但是有时我们听了就算数了 听了就忘记了 一声掩饰了他 所以当我们看 最佳拍档 圣灵与我的时候 圣灵是叫人自责的 自己责备自己 但是我们不要消灭 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感动 让我们能够回应 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微小的声音 当你再看下去第十三节那里讲到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然后后面就讲到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 那是将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要将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看第十四节同样 他要荣耀我 因为他要将受于我的 告诉你们 十五节 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 所以我说 他要将受于我的 告诉你们 看不看到 重复地说 告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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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很清楚给我们看到 原来圣灵另外一个工作 就是要将真理教导我们 所以我们看到 教导真理是圣灵的工作 而我们怎样去回应 我们怎样去和他配搭呢 当你看《加拉太书》第五章 我们由十六节和二十五节来看 当然整段是有相关的 但今天我们只读这两节 第十六节那里说 他说 我说你们当信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而二十五节就说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 就当靠圣灵行事 这里说 顺着圣灵来到去行 来到去生活 并且 特别二十五节讲到 要靠圣灵行事 这个行事这个字 特别是讲到好像粗兵一样的 一排的人 由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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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大家 这个就是行事 靠圣灵行事 就说你好像一队人 你看到圣灵在前面行 你跟着圣灵所带你去的方向 一直的你去做 记得看过一套电影 都不记得了是什么名字 就是打仗片 就是说一队的军队 被后面的人来追他 后有追兵 走啊走啊走 走到前面的时候 发觉有个地雷震 发觉地雷震的时候 怎么办 我们不知道怎么办 一走错的时候就一声爆了 我们又没有时间慢慢的去引爆所有的 又不知道哪里有哪里没有 那怎么办呢 后面的人就追到来了 差不多 前面这些就很慌张 其中一个士兵差不多要瘋 失去理性 失去常性 结果就是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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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出去了 怎么知道很奇妙的 他不知怎样走走跳跳 竟然没有踩到一个地内 你知不知道接着是怎样 接着他所有的同伴 就很小心地一步一步一步 跟着他的脚印来走 因为知道他所走过的是安全的道路 其实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也是这样 这里特别讲到当靠圣灵行事 就是我们跟着圣灵的指引 一步一步一步的 因为圣灵所指引的一定没错 所以给我们看到 其实圣灵是教导我们的真理 给我们知道告诉你们 给我们看到圣经应该我们要遵行的一些真理 一些原则 但是我们的回应就是 我们要靠圣灵来行事 跟随他的教导 来到去做 来到去生活 就有些像 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 讲到被圣灵充满 那里怎么说呢 他说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这里的比较就是不要喝醉酒 因为为什么呢 喝醉酒的人蒙茶茶给酒控制 而你不要给酒控制 反过来要被圣灵充满 就是被圣灵来控制 圣灵掌管你 圣灵引导你 圣灵所告诉你要走的路 要做的事 你就跟着圣灵的指标来做 所以被圣灵充满 就是说让我们的生命 是遵照圣灵的引导来到行 并且被圣灵去掌管掌控 如果你再看下去的时候 我们会进入 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 在约翰福音这里所讲的 我们看完了这三个的原则 但其实有一个圣灵的工作 是很明显的 在这段圣经里面虽然没有讲 但在其他地方都很明显的给我们知道 其中一段的圣经就是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 这里说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 原来圣灵是有能力的 我们知道圣灵给他们的大能 在第一世纪圣灵降临的时候 信徒被圣灵充满 然后彼得开声讲道的时候 有三千人来信主 是否很厉害 不单止是这样 圣经里面也说到圣灵有不同的恩赐 但是当我们看的时候 我们看到圣灵有不同的工作 而其中最后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 圣灵会赐下能力 圣灵赐下能力的时候 然后我们怎样配搭呢 听过这句说话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当然很多人说 我知道Spider-Man 蜘蛛盒里面其中一个对白 其实这句说话 很多名人都用过 包括英国首相邮吉尔 包括我们两个的罗斯福总统 都先后讲过类似的话 不过后来因为蜘蛛盒这个漫画的时候 就遍传了 其实你知不知道 那个最初的圆著是谁 耶稣基督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四十八节的时候 那里讲到 因为多给谁 就向谁多取 多托谁 就向谁多要 就是说我给你多些的时候 我就会向你拿多些 我托付你多些 就会向你要多些 其实这也是当你看 《仕途行传》一章八节 让我们看到里面的神粹 这里特别说到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不是终止在那里的 然后后面怎么说 并要 在耶路撒冷有太全地和 撒马里亚 直到地极 作我的见证 《仕途行传》一章八节 说到那个能力 但是那个能力是需要有行动去跟进 我们怎样去跟进呢 什么行动呢 得着能力 我振翅高飞 那我就飞给你看 就好像当你看表演的时候 那些战斗机 很厉害的 然后反转 两只一起 一高一低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来彰显那个能力 那个技巧 但是当圣灵给我们的能力的时候 不是给我们去表演 或者表现 而反过来 是要我们用在神的角度里面 所以当你看《比特前书》第四章第十节的时候 那里讲到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 彼此来到服侍 作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神给我们的能力 原来是要我们去彼此的服侍 作好管家 所以看到 圣灵跟我怎样拍当 神赐下这个能力 但是我们需要彼此的服侍 就像耶稣基督一样 耶稣基督有没有能力 当然有 很大的能力 莫大的能力 但是他要成为路牧 服侍我们 甚至帮门徒洗脚 当我们看圣灵的工作的时候 第一 他要安慰信徒 但是我们要跟他配搭 我们成为圣灵最佳的拍档 既然他这么看出我们的软弱的时候 我们也应该看出圣灵 不要叫圣灵担忧 反过来要过一个新的生活 因为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 另外一方面 圣灵的工作是叫人自责 为罪为义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而当圣灵有这个感动 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 让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当我们感受到他的提醒的时候 当我们听到这个微小的声音的时候 当我们心里面啰啰乱的时候 我们就尝试的用行动 活出圣灵要我们活出的真理 第三方面 圣灵的工作 他教导我们真理 告诉你们 告诉你们 既然他教导我们真理的时候 我们就要靠着圣灵来到行事 跟随他的脚踪 跟随他的印度 而被圣灵掌控 好像被圣灵充满 掌控我们的生命 我们不再是被走来控制我们 反过来 被圣灵控制我们 带领我们去活出 他教导我们的真理 而最后当圣灵刺下能力的时候 我们要用这个能力 去彼此的服侍 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做 或者在我们结束之前 我们尝试的 用一些时间去思考一下 有两个问题想扔出来 让大家来思想 第一个就是 尝试反思在你生命当中 有哪些方面是时常会令圣灵担忧 或者我们会消灭圣灵的感动 如果有的话 我们来到他面前求他赦免 并且定义和神说 我要在未来的一个星期 未来的一段日子 留意并且改进我们这些问题 有没有什么地方 你时常会令圣灵担忧 或者是时常消灭圣灵的感动 而另外一方面 要到思想下 在哪一方面是需要圣灵的掌控 被圣灵充满 靠圣灵行事 在未来一周 尝试留意圣灵微小的声音 一些的提点 并且遵照他这些的提点 来到以行 或者这样我们用少少时间安静 在这两条问题当中 我想你只抽一条在这个时候思想 到底是第一条 什么令圣灵担忧 有没有消灭他的感动 求他赦免 并且留意去改进 或者在哪一方面 需要被圣灵更加的掌控我们 靠着圣灵来行事 留意圣灵微小的声音 遵他而行 我们低头有些时间 思想你所选择的问题 由圣灵光照你的心 让我们向他作出回应 求他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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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他加力 求他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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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我们知道 圣灵所赐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但有时我们没有振似高飞 并非代表我们没有拥有这个能力 而是我们没有使用这个能力 天父求你赦免 圣灵我们很多时候会消灭圣灵的感动 很多时候甚至让圣灵担忧 他也帮助我们 好好地反省并且改进我们这方面的问题 也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好好地靠着圣灵而行 被圣灵掌控我们的生命 并且让我们的生命 来到服侍你 多谢天父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以下想用一首诗歌来到去作回应 这首诗歌叫做用我宁静 有时在繁忙的当中 我们真的忙到没有机会 宁静下来去聆听圣灵对我们的提点 是你受诗歌话 神禧之中我寻求神的话语 每分一刻感激主多爱宠 日光之中 人流离在这个多变的世俗里面 阿圣灵 求你引导我 在我不懂得祷告的时候 帮我来祈祷 容我宁静 静候在你的根前 一心一意 愿寻求你的旨意 藏你怀内 看万事变得空虚光辉不在 愿我此刻知你是神 愿我得享安息在你手里 神气之中我寻求神话语 每分一刻感激主多爱宠 神气之中 日光之中 人流离在多变世俗里 阿圣灵 静你引导我痛 容我宁静 静候在你的根前 一心一意 愿曾靠你的旨意 静你怀内 看万事变得空虚光辉不在 愿我此刻知你是神 愿我得享安息在你手里 神气之中 神气之中 我寻求神话语 每分一刻感激主多爱宠 日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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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流离在多变世俗里 阿圣灵求你 引到我肚 容我宁静 停靠在你的根前 一心一意 愿尋求你的知意 藏你怀奈 看万事变得 空虚或非不再 愿我此刻知你是神 愿我得肯安息 在你手里 容我宁静 停靠在你的根前 一心一意 愿尋求你的知意 藏你怀奈 看万事变得 空虚或非不再 愿我此刻知你是神 愿我得肯安息 在你手里 再一次欢迎大家来到参加我们网上的敬拜 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话 或者跟我们没有什么联络的话 盼望你能够锁一锁这个二维码 上我们的网站 留下一点的资料 我们盼望能够跟你联络 另外一方面 也盼望我们能够 彼此关怀我们其他的大兄姊妹 如果知道有些大兄姊妹没有参加主日的敬拜 或者团契活动的话 尝试的去问候一下他们 关心一下他们 并且邀请他们再一次 来和我们一起的敬拜 或者参加在网上不同的聚会 也来看看我们2021年的预算 我们的常费138万 我们已经达到54% 猜存达到61% 但是也是有一段距离 或者让大家知道 去年我们所收到的认献卡是356张 代表有356个个体或者家庭 而今年我们收到206张 就是我们少了150个家庭去认献 希望我们为这件事的祈祷 其实也可能反映到一方面 或者未必每个都可以上网 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 甚至都没有来参加聚会 希望我们不是为了认献的缘故 而是为了关怀弟兄姊妹的缘故 都去接触 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接触其他的弟兄姊妹 再给他们的邀请 盼望能够在网上都可以一起去敬拜 和有团契 另外就是幸福人生分享会 是在2月21日到3月14日 每逢星期日的2点至3点钟 透过网上有聚会 我们会讲到 如何同寻人生的幸福路 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是否快乐 幸福何处尋 还有拿不到的幸福 如果你想邀请朋友或者家人参加 可以数一数二维码 也会带你到报名表 可以报名 让你能够陪同你的家人或者朋友 一起来参加 另外如果你说我特别想为这件事讨告 那你又看到这一张的 另外一张的PowerPoint 你都可以数一数这个二维码 就是成为这个幸福人生分享会的代讨用事 农历新年快到了 我们不同的团契 不同的小组都有慶祝的活动 帝利市的粤语堂 将会在2月14日 星期日的下午2点至4点钟 有这个农历新年的团拜 当然有游戏、有诗歌、有抽奖、有分享等等 盼望弟兄姊妹可以邀请你的亲友来参加 另外三藩市月宇五堂 也同样有一个新年的庆祝会 在2月13日 就是星期六的下午2点钟来举行 亦有不同的活动 有游戏、分享、有奖品赠送等等 同样的 邀请弟兄姊妹、邀请你的家人或者朋友 一起来参加 我们今天完成崇拜之后 会继续有我们的主日学 就是熟灵生命的数字 Zoom的数字是 967-018-009 967-018-009 11.3 准时和你见面 另外 柬埔寨2022年的短孙 他们有一个学习高绵语的课程 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六举行 开始的时候是2月20日 在7点半至8点半 是用英语来售课 如果你有兴趣的 也都欢迎你来参加 另外三藩市粤语祖堂有不同的时工 有星期三的讨告会 是在线上的星期三的三点钟 星期四上午的十点钟 也都会有康乐天地团契的聚会 星期五下午1点钟 会有茶经的聚会 一至到三月份 每个星期日下午1点钟 会有洗礼班 三藩市的电话是 415-429-6235 如果三藩市以外 可以打858-868-9808 858-868-9808 还有一个喜讯 就是三藩市五堂的 Dan和Carol Leung 他们在1月14日 生了一个6磅 19寸长的BB女 叫做梁慧心 Emma Grace Leung 我们在这里恭喜他们 也都特别的为他们来祈祷 求神给他们智慧 成为新的父母 我们下个星期的经文 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的二章 第十一节 盼望我们可以 能够预先的去温习 预备我们的心 来到去聆听神的话语 我们崇拜的时间已经够了 不如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结束的祈祷 好 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赐给我们丰足的恩典 感谢你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藏身于三位一体的真神里面 感谢你给我们有圣灵的大能 去浮备我们 去安慰我们 去扶持我们 愿意我们靠着圣灵而行 被圣灵充满 让我们的生命 是能够成为一个有能力的生命 来到去为你作功 来到去见证你 最后一次的为到你给我们的恩典 献上感谢 愿意继续的带领我们弟兄姊妹 猜我们出去 去到这个世界成为光成为燕 我们这样感恩 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好 那我们今天敬拜的时候已经够了 那请大家也都记住 在来近这个礼拜思想两个的问题 看看我们和圣灵到底可以怎样的配搭 让我们过一个精彩 可以藏于主女 振翅高飞的生命 好了 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愿神赐福于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